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我是Nero 今天要来和你们分享一下 游戏里的新闻大小事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我们事不宜迟 Let's go 首先我要来和你们聊一下游戏新闻 CAPCOM刚发布的 《恶灵古堡村庄》 可说是又掀起了丧失热潮 在游戏发布的一个星期内 全球出货量突破了惊人的300万份 真的是非常厉害 但近日有玩家表示 这款游戏有一只怪物 已是抄袭了一部 2013年的恐怖电影 弗兰肯斯坦兵团中的怪物造型 该电影的导演也发文表示 CAPCOM从未向它获取有关的授权或许可 那究竟CAPCOM是否真的涉及抄袭 玩家们你们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另一个重大消息 吴斯山的游戏总监在近日宣布 他会从CDPR离职 原因是因为他涉嫌霸凌员工 CDPR也对他做了长达一个月的办公室霸凌调查 但事后他也被证实无罪 然而他依旧选择离职 随后也向CDPR的员工们道了歉 并且表示很多人跟我一起做事会感到恐惧 压力甚至是会不舒服 在前段时间 斗争特工里的小美 公布了全新传说品质的皮肤 皮肤的灵感来源 是源自于UFC赛事中火热的中国选手 张伟利 大家可以发现这款皮肤 披上了MMA选手都会使用的战袍 手上套着拳套 腰上还围着冠军腰带 但发型 却引发了文化雾用的争议 原因是因为 小美这个华人英雄角色 使用了属于黑人的变子发型 许多网民认为 在MMA选手中 有多种发型可以做参考 但偏偏却使用了黑人变子造型 另外一个引起争议的就是 在日后将会引入的 新黑人角色英雄 Sorjan 在还没推出前 黑人变子造型 就遭到了其他不是黑人的角色使用 而感到不满 要求暴雪进行修改 玩家们 你们对于这件事情 又有什么看法呢 现在 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中国的新闻 近日有网民发现 在麦麦 这款职场社交平台上 发现了与游戏研发相关的 华为招募信息 华为主要是在招募几项职位 游戏制作人 游戏主策划 游戏主程序 和游戏主美 从招募的信息可以得知 华为想要开发基于 Unity 3D 和Unreal Engine 4的 MMO类型的游戏 工作地点位于上海 月薪更是达到了 至少马币4万以上 听好哦 是至少马币4万以上 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了 华为以超高月收入 进军游戏市场 看来上海的开发 竞争将更加的激烈 不知道玩家们会不会期待 这款游戏的到来呢 接下来 万众瞩目的PC游戏掌机 OneX Player 由深圳市 一家科技公司所研发 现已在Indiegogo平台上发售 售价介于 最低1000 至最高1600美金 这款PC游戏掌机 也搭载了不同等级的 配件可供玩家们进行选择 相对于任天堂的Switch 6.2英寸 720p分辨率的显示屏 这款掌机 搭载了2.5K分辨率 8.4英寸的屏幕 可以说是能带给玩家们 非常可观的游玩体验 但你们会不会觉得 这款掌机的设计 有没有似曾相似呢 最近在苹果与Epic的诉讼中 公开了一份文件 文件里显示 Epic向边缘境地3 Borderlands 3 支付了1.46亿美金 只为让边缘境地3 PC版本能在Epic Game Store上 独占半年 在游戏发布了仅仅两个星期后 Epic已赚取接近1.1亿美金 Epic平台上也增加了75万名新玩家 除此之外 另外一份文件 在苹果与Epic的诉讼中 也遭到了泄漏 泄漏内容是说 Epic向索尼支付了2亿美元 为了让索尼 日后在PC平台上发布的游戏 可以在Epic平台上赌罢 Epic可以说是为了独占游戏 下了重本啊 任天堂 近日公布了一款名为 Game Builder Garage的新游戏 预计在6月11日 登陆Suite平台上 就如游戏名描述的一样 这是一款能让玩家们 特别是对于游戏开发有热忱的新手 在游戏里 去学习如何去设计和深入了解 游戏Coding是如何运作的 游戏结合了学习元素 也包含了游玩的成分 不会感到无聊 同时还能学习 新知识 个人非常推荐这款游戏 有兴趣的玩家们 可以在正式上市时购买哦 除此之外 任天堂的Suite Pro 资料在近日也遭到泄漏 泄漏的内容主要是提到Suite Pro 将会采用OLED技术 因此 Suite Pro的OLED屏幕 将具备了更高的分辨率和增速 印度政府为了解决游戏沉迷 等等的问题 在去年9月的时候 一口气禁了118款手机程序 其中就包括 PUBG Mobile 这也导致许多来自印度的玩家们 表示不满 近日 韩国开发商 Crafton表示 PUBG Mobile 将以Betterground Mobile India 重访印度市场 并且释出了10秒的预告片 这消息 无疑是让印度的PUBG玩家们 带来的一则好消息 另外一则好消息就是 今年的Gamescom 2021将会于8月25日至27日举行 但由于疫情的关系 此次的游战 将会100%在线上模式举行 据官方声明 今年的Gamescom 会比往年来的更创新 游戏内容也更丰富 有兴趣的观众 记得留守官方网站 最后我就来和你们说说一则 会让人哭笑不得的新闻 一名宝可梦狗 Pokemon Go 的玩家为了庆祝他 以九尾狐 成为盗馆霸主 已经长达1332天 整整三年半的时间 电截图发到社交平台上 但才没过几个小时 有人就用Pokemon Go的 非人称序 把他的九尾狐打了下来 原本没有透露地址的他 也随之公开了那个道馆 是位于 Blue Mountain Observatory 看了这则新闻 真是又想笑 又想同情他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 按赞加分享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我是Nero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拜拜